印尼國防軍總司令哈迪週日在記者會上證實 失聯4天的潛艇神出號已經沉沒 挺上53名官兵全部遇難 局方表示 在巴列島北部海域800多米深的海底 發現了失事潛艇的殘骸 潛艇已分解成三部分 救救人員還發現了更多潛艇內的物件 包括救生衣等 這艘潛艇上週三在巴列島附近海域 準備進行魚雷演習 但潛入海中後與外界失聯 潛艇失事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印尼總統佐科威週日通過視頻 向遇難官兵家屬致哀 這艘神出號潛艇是印尼正在服役的5艘潛艇之一 潛艇失聯後至少25艘印尼船艦參與到搜救中 美國、澳洲、新加坡等國也加入了搜救行動 新唐人記者金石綜合報導